菲尼惊动了一下 这才回过神来 发现李云霄的五指上沾了火焰 再徐徐燃烧 惊道 夫君 你 李云霄笑着摇了摇头 我没事 这火比之前的要强大了许多 他五指一抓 那火焰立即熄灭在掌心 手中肌肤如白玉 没有留下半点伤痕 菲尼这才发觉 自己体内原力充沛 丹田上方似乎有一只凤影盘旋 每动一下 便有一股精纯至极的力量流遍全身 这境界 他惊喜万分 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 神境 百伦结衣点头笑道 的确是归真神境 你本就是凤体 吸纳了天凤蚕食 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境了 与李云霄一般无二 菲尼大喜不宜 王说道 多谢大人提点 眼前之人十分陌生 却给人一种难以看透的感觉 他心中已经猜到了 多半就是这次要找之人 百伦结衣笑道 不用谢我 这与我没有半点关系 倒是要好好谢谢你的夫君和红颜公主 是他们拼死从战鱼兄弟手中将你救下的 多谢夫君 多谢红颜姐姐 菲尼心中情绪涌动 比体内真火之力还要温暖 深情地望着两人 目光落在李云霄身上 脸颊微红 大家都是姐妹 何须这般客气 屈红颜笑道 倒是要好好谢谢飞扬 他可真是拼了性命 若非百伦结衣大人出手相救 怕是我们都看不到他了 说到此处 屈红颜不觉得自己也是眼眶微红 有些发酸起来 菲尼更是心头颤抖 轻唤了一身李云霄 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不肯放 这般以你的氛围 立即让李云霄有些不自然 何况还有诸多旁人在侧 当即收回手来 尴尬地一笑 哪有这般严重 休听他们胡言 你没事便好 菲尼轻声应了一下 以他的聪慧 自然知道屈红颜和百伦结衣 不会乱说 当时的情况 必然比他们所言更为危险 心中一股难言的感动在流淌 大家没事便好 我看诸位也是因祸得福 皆大欢喜 不仅骆云长和菲尼 踏入了归真神境 李云霄也似乎实力大尽 只是这小子浑身神异力 让我难以察觉真实的修为 顾清清眼里闪烁异彩 盯着李云霄看了一阵 只能感觉到与之前不同 却说不上来到底怎么不同了 李云霄微微一笑 大人果然好眼力 他也不明言 只是承认不假罢了 走吧 随我进屋去 这几日只顾得疗伤 索性都无大碍 也该将一些事情告知于你们了 百伦结衣笑意散去 面色变得淡然起来 领着众人进了石屋 里面非常简陋 空荡的只有一张石床摆放在那 地上刻着几个古怪的阵法 也不知道做何用处 漏是粗笔 各位就将就了 百伦结衣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便独自一人入内 凌空盘坐在一座小型阵法上 双手合于丹田处 那阵法当即运转起来 又微微光芒闪烁而出 被吸入百伦结衣体内 他整个身躯都泛着淡淡的淫芒 与那阵法融合在一起 李云霄看了过去 虽然不识得此阵 却也能够亏得一二端倪 惊道 大人莫非身体有恙 百伦结衣微笑道 无妨 早已经习惯了 说起来 老夫能拖着这病体见到你们 也算是天意慈悲 此话一出 几人都是大吃一惊 顾清清更是有些悲凉 捂着嘴巴哀伤地说道 大人的伤 已经严重到无法挽回了吗 室友大到三千 难道无一可救大人吗 百伦结衣十分从容淡然 微微摇头 兴许有 只是 没那必要了 即便能救我 所剩的寿源也撑不了多久 何须徒劳 李云霄正色道 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 还望说出那救治之法 无论有多难 我一定找来 百伦结衣抬起手来打断了他们 若是想多活几日 我自有续命之法 也就不用操劳此心了 只是 生亦和哀 死亦和苦 不足道也 何况 这顽疾已久 生不若死 我拖着此病体续命 也只是为了一件戒神碑之主罢了 李云霄神色肃然 这戒神碑 到底有何秘密 竟让大人您如此看重 他伸出右手 一道白芒缓缓升起 画出戒神碑 托于掌心之上 流光转动 十分华美 百伦结衣 双眼眯了起来 盯着那碑看了一阵 似乎有些迷恋 脸上浮现出安详的神色 在整个浩瀚环宇当中 有着大千世界 无数未面 而每一戒面 在诞生时 都会有许多半生之物 随同而生 与界面一样 可谓是界力所宁 这戒神碑 便是这一戒的戒力凝聚 代表着玄器的最高规则 也便是说 在天舞界内 是绝不可能炼制出 超越戒神碑品质的盛气 李云霄道 这些我早已知晓 即便如此 那也只是一件顶级的玄器而已 虽值得重视 却也不用过分吧 呵呵 你不懂 百伦结衣笑道 既然是界力所宁 除了本身的力量外 还蕴含了天术 可叹的是 无数年来 人们对界神碑的追求 仅仅局限在他的力量上 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天术 即便在某些时代被人所得 也无法发挥其力量 成为天命之人 这天命之人 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听人言 这界神碑 似乎失去了气灵 所以才无法发挥全部力量 李云霄皱起眉来 将内心的疑问说了出来 百伦结衣道 所谓天命之人 便是在天道的长河中 被命运选中之人 承担着替天行道的使命 冥冥之中 有天道守护 很难陨落 李云霄愣了一下 这么说来 我有天道护身 岂非可以横着走 神党杀神 呵呵 如果这么简单 那就好了 百伦结衣苦笑着摇了摇头 何为道 李云霄沉吟了一下 便答道 道便是规则 乃是天地万物的秩序 不错 你的答案很贴近 可以这么理解 神宵宫有神宵宫的规矩 龙家有龙家的规矩 为两派的行为准则 谁也不可逾越 一旦逾越了规矩 必然会遭受规矩的惩罚 可是 若龙家之人 进入了神宵宫 神宵宫的规矩 可否制约龙家之人 百伦结衣突然抛出一个问题 众人都是一愣 这个时候 菲尼便说道 若是两派友善 龙家之人 自然会守神宵宫的规矩 若是不友善 就不会守规矩了 顾清清 似乎明白了什么 大人的意思是 这样一来 规矩就乱了 百伦结衣笑道 规矩并没有乱 依然在那儿 乱的是两派之人 李云霄道 乱了之后 那该怎么办呢 百伦结衣道 即便乱了 但是两派之人 并不会违背 圣域定下的规则 因为圣域是更大的道 你明白吗 李云霄点了点头 大人的意思我懂 天舞界有天舞界的道 而魔界有魔界的道 两者属性并不一样 但都是在浩瀚的 宇宙天道之下 两者不过是天道的 不同演化形式 对 正是如此 百伦结衣赞叹道 你很聪明 也就是说 戒力 这是天舞界的道 演化出来的力量 本身并不是宇宙中 至高无上的天道 天舞界的戒力 演化出戒神碑 子府灭尸神雷 真龙天凤等等 而魔界的戒力 则演化出六道魔兵 冰煞星雁等等 它们都只是大千宇宙下 天道的一种表现形式 飞尼一下吃惊起来 天凤也是戒力索宁吗 百伦结衣摇了摇头 天凤并非完全是戒力索宁 乃是上古擒鸟修炼得道 参透了这一戒的规则 这才进化为不死鸟 成为天凤一脉 比之戒力索宁的真龙 也相差不多 李云霄道 大人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了 但这与天命有何关系 百伦结衣一笑 继续先前的话题 龙家之人若是侵犯了神宵宫 神宵宫自然是要抵抗 那么必然要推举人选 拿着神宵宫的宝物迎敌 而两戒之战 表面看来是戒内之人的生死相搏 实质上却是两个戒面之间的殊死之斗 戒面的殊死之斗 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这种说法有些害人听闻 顾清清惊道 难道戒面本身有自我意识 百伦结衣摇了摇头 戒面是否有自我意识 老夫不清楚 但戒面一如人的身体 受到外力力量的侵袭 必然会反抗 而天道渺渺 我所亏的也不过是皮毛而已 屈红颜一直未曾吭声 静静地倾听 此刻才说道 大人的意思是说 李云霞是天舞界这个未面所选中之人 百伦结衣点了点头 正是 戒神杯本身的意志 便是未面意志的体现 天圣气既然责主了他 也就是得到了未面界力的认可 所以李云霞明明之中有天意守护 但必须明白 即便是未面之力也非万能 否则也就不用惧怕 魔界入侵了